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紙時間 Apple 我是Aking 你多不多去算一下名字嗎 多 當然多 其實我們算名要留意些什麼 其實我們算名很多時候 你一般算名你自己去還是怎樣 你會叫老朋友和你一起去 無論如何都會和老公一起去 和你老公一起去 這就是一個問題 你那個問題我只是建議觀眾 很多時候我們算名 尤其是女孩子 很多少女都會想 等一下 我的夢中情人什麼時候會出現 我的愛情運好不好 等一下 我認識了一個男生 這個男生是不是對我的真心 還是假意 很多時候會問這些問題 他們很多時候會帶自己的另一半上去 對於很多 我們做師傅的話 我們去算一個名字 這個其實有點遺難了我們 因為你上來算 假如那個八字 你上來的那一刻 跟他另一半的八字是不合的 又或者我們從八字裡看到 根本上那段感情不會維持得來 作為一個師傅 你想我怎樣說 再實際一點就是 很多時候 連給我們的潤金 都是由那位男士給的 我們更加不能說 他帶上來的那位男朋友是對他假意 很多時候我們會盡量不提 如果你真的想 想我們講一些話 有時候講得更加徹底一點 或者忠肯一點 你可以說自己上去 就未必問 帶上當事人上來 你亦會說 等一下我自己上去 我又怕我洩漏口風 或者有些師傅在那裡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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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你可以帶一個老友 同性 就是一個女生 老友 或者其他人 就一定不是當時你要問的那個當事人 哦 即是帶一個朋友 就行了 所以沒有問他 是的 不明白 大家都知道了 好 想了解這麼多 想記得去這個刊集 HK026.com 下集見 拜拜